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换了一个思路 开始致力于把中国的家具引进到北美 这个看似冒险的决定 在短短的半年之内就改变了他创业的生涯 三月天的早上 小云赶到了自己位于万锦的家具新店 虽然开业不到半个月 但是店里的家具已经销售已空 就连现场的样品都被提前预定了 他们最紧迫的事情就是等待下一个货柜的到来 在选品前 我们就是看了很多市场上别的店铺 当一件家具它很有设计感的时候 它的标价就非常高 当你想用最低廉的价格去买一件家具的时候 你就要摒弃掉它设计感这一方面 这个在家具市场上是永远的一个定律 有设计感的东西 它一定贵 所以我们在选品的时候 因为我们自有工厂 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我可以做出有设计感的家具 但是成本是我可控的 甚至说想赚多少钱都是我可控的 我想这个单品它成为爆款 我不赚钱 我也是可以做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去选品的时候就选的就是 有设计感 有质感 但是价格又不那么贵的单品 所以确实卖的还不错 2021年 在疫情期间 刘碧云和她的闺蜜刘萧婉 两位曾经的留学生一起携手创办了这个新兴的家具品牌 致力于把中国制造的家具引进到北美市场 06年来加拿大读的大学 大学毕业之后就按部就班的移民工作 然后之后又因为一些机缘巧合去香港读了一个Master 然后再从香港回来呢 我们就一直从事跨境电商的工作 一直到今年 到现在我们就还一直在从事 但是呢 就像你说的 我们现在开始了一个新的挑战 但是那边的工作还没有完全丢下 这就是我这么多年来一个简短的一个概括吧 就是从事跨境电商是我从事时间最长的一段工作 在此之前 小云是一名出色的海外买家 帮助中国女性买家在北美选购化妆品 日用品 及时尚服装 因为选品贴近用户需求 他们的年度销售额超过千万 18年尾的时候就已经明显感觉到在政策上 对跨境电商都有很大的改变 有很多的限制 不管是在税收还是在海关征税这一些方面上 包括那个时候 包括你也知道国内会有一些海淘的APP和海淘的一些网站的兴起 你就会明显感觉到竞争非常的大 就是你的资源不再是独家的了 因为当资本进入到这个市场的时候 很多东西就不再是独家的了 资本可以轻易拿到他想要的任何的价格跟渠道 是从18年底我们就开始明显感觉到这个生意 销量在下滑 然后你想要达到以前的那个销量 你需要付出比之前更多的努力去做到那个销量 其实这就代表着这个行业开始就是进入了一个白热化的一个竞争 小云来自浙江受到父辈经商的熏陶 对于市场的风云变换非常敏感 正在他们考虑急流永退寻找新机会的时候 中国一位家具行业的朋友恰好也在寻找海外的合作伙伴 我跟我的partner当初为什么决定要做这个家具生意 也是因为我们自己在市场上找不到我喜欢的家具 但凡是我喜欢的 有设计感的 它一定就贵 所以我们当时也经常在讨论 为什么这个这么难 后来我们也是发现做家具生意它是有一个壁垒的 它不是一个任何一个人说我去哪儿抓一点货 我就可以卖的 那你一定要经过经销商 那本地的已经有了这么多成熟的经销商在供货 但是也导致了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卖的货都是一样的 都是大同小异的 我们为了维持本地一些经销商的一些合作的一些良好的关系 我们也拿了一些沙发过来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销量确实是不好的 新一代的年轻人他们不喜欢 人到中年有家有娃需要照顾 在开启第二次创业的时候 小云难免感到有些忐忑不安 为了鼓励和鞭策自己 他把创业历程一点一滴都分享到了社交媒体 其实真的是无心之举 就那天就睡觉之前脑子里有非常多的想法 但是有很多的东西 尤其是你创业的时候的这些 看起来有点矫情的东西 你不会在朋友圈发 完全就是一个我自己的 想随便说点话的这么一个后还原 结果就是没有想到他第一篇就爆火了 然后一下就出来了很多的粉丝 很多的人他们是抱以一个善意的态度去对待你的 我经常会接到一些私信 加油或者是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持续更新不仅仅是获得流量 也是在向更多的人展示一下 我们这样创业人的一个日常 看看也是交朋友的一个过程吧 这些来自互联网的既熟悉又陌生的粉丝 就成了家具店的第一批忠实客户 小云会根据顾客的体验和反馈 来不断改进自家产品的特点 这让他们收获了越来越多的回头客 所以我觉得像家具店 它很少会去做一个私域性的客户 大店尤其是大店 它就是通过广告产品和sales 去跟客户去联系 但因为我们的店小 包括我们的装饰也比较温馨 然后我们跟客户之间的互动 就更私人化 更亲密化 就尽量地把客人变成我们的私域客人 而且这个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客人的忠诚度跟粘性非常高 他们会一直地回头回来 而且会介绍新的朋友过来 所以这点我是觉得还是比较 做得比较开心 也比较有成就感的一点吧 比如说你身后的这套白沙发 这套白沙发它里面是羽绒填充的 这款沙发在市面上做的品牌非常多 可能每一个大品牌 都在出这种类型的羽绒沙发 但是我们在打造这个沙发的时候 改掉它的面料 让这个面料更厚 更防水 更防动物抓 然后我们把羽绒填充 充得更多一些 让它的那个蓬松感 因为但凡你买羽绒沙发的人 他都是想要那种被包裹住的 那种温暖的感觉 然后我们把羽绒填充得更多 所以这些就是我可控的 然后我也去做了一些设计跟更改 然后它的销量就真的是非常好 就是你迎合了客户的需求 去做了产品的更改 然后它确实就是卖得非常的好 这一套沙发我们就春节 这两个星期就差不多 卖出去了十几套就订货 最初考虑到对家居设计的接受程度 小云把第一家店开在意大利族裔社区 没想到华裔同胞 尤其是年轻一代 对时尚的追求更为前沿 对中国制造也更为接纳 所以他们快速开辟了 这家位于万锦的新店 我现在就是非常喜欢中国制造商品 首先它达到了我的一个质量要求 再其次它还是便宜 它可能不像柬埔寨什么 越南生产的产品那么便宜 但它是reasonable的 跟我们本地的商品去比较 它还是便宜的 而且说实话呀 我们现在这个家具进来 中国人怎么说呢 他们更新 对时尚 对选品的更新非常的快 有一款沙发可能现在流行 它可能明年就不流行了 淘汰非常快 需要你保持一个高速的一个节奏 去跟着它的这个创新走 但是带来的好处就是 我永远有新品 我的新品永远都是走在时尚前面的 客人有的时候拿图来说 我有没有这个东西 其实我一看 这是我们去年工厂就做过的产品 他们还在问 所以其实工厂国内的这个制造业 也在领着我们走 虽然业绩的增速 已经远远超过了同行 但是两位女性创业者 却怀有更大的抱负 背靠中国制造的红利 他们有信心追求更大的市场和梦想 我们是非常想要跟期盼 去转型做supply chain 就是给做一个供应链 因为我们也是看到了 本地的供应链 它的一个非常单一单调的 这么一个特点 再加上加拿大市 多伦多市场上 其实家具店是不少的 是非常多的 我们只是华人的一个小小的缩影 它还有很多的家具店 我觉得这个市场是我们 我们想要去尝试的做一个供应链 包括我自己创业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质疑 尤其像我们做这种大件商品 就是这种heavy duty的商品 很多人都会质疑 怎么会选这样的类目啊 其实我觉得行业是没有限制的 有很多的东西 我自己做不到 我可以请人做 但是我真正需要的是 我的脑袋和我的干劲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 女生就是被 她们被定义了 很多人说你是女生 你应该去做什么创业 饭店 奶茶店 卖衣服 卖首饰 其实她们是不应该被定义 就是你可以做任何 你想要做的事情 有的时候创业需要克服重重的困难 有时候创业只需要顺其自然 如果一次创业能把两点都做到 那么离成功的彼岸也就不远了 感谢收看我们的节目 也希望今天的节目 陪您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 欢迎您打开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电视台的微信号 了解更多精彩的节目 祝各位观众朋友生活愉快 我们下周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